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在过去的24小时,乌克兰人继续在罗伯泰尼以南的奥切雷图瓦特发动攻势 当地激烈交火引发多起火灾 多个信息源正视俄罗斯人的罗布蒂涅轴线正在被摧毁 晚间更新,已有媒体称俄罗斯人从罗布蒂涅善意撤退 受小时前,乌克兰人用价值2500美元的无人机摧毁量价值150万美元的俄罗斯BMD-4 南部战线,五路进攻,气势已经打出来了 马琉布尔,斯塔罗姆利尼夫卡,克尔门齐克乌克兰部队正集中在该地区的四个关键区域 俄罗斯消息来源称,局势困难,斯塔罗姆利尼夫卡战役已经打响 这里如果再失守,那将是战略上的失败 将标志着扎波罗热方向战线的彻底崩溃 也标志着传说中的苏洛维金房间并非固若金汤 乌克兰部队正加紧努力从北面夺取 向波里尤特涅施压,以确保其右翼安全 一旦占领,他们将继续南下,以确保沃罗蒂涅的安全 乌克兰继续向东推进 经过扎维特内,巴赞尼亚前往斯塔罗姆利尼夫卡 乌克兰的远程炮火今天速度被报告 远程打击了后方的俄罗斯车队和增援突击部队 赞维特内,巴赞尼亚,轴线 乌克兰部队正从斯塔罗马约尔斯克 向默克里亚立合以西的赞维特内,巴赞尼亚南进 一旦占领该地区,我们将继续南下 向斯塔罗姆利尼夫卡西部推进 并协助确保沃罗涅的安全 斯塔罗姆利尼夫卡,乌克兰部队正从 默克里亚立合以东的乌罗扎因向南 向斯塔罗姆利尼夫卡推进 乌克兰贾接尔步兵旅从默克里亚立合东岸 推进到利塔罗马里尼夫卡以北两公里出 有个迹象表明,他们已开始在定居点 北林与俄罗斯人交战 主要目标是在集中力量夺取斯塔罗姆利尼夫卡之前 确保克尔门齐克公路的安全 同时切断俄罗斯沿这条公路 向斯塔罗姆利尼夫卡的后勤和增援 昨天,必须承认正在乌罗扎因以南和以东 农业区清角的乌克兰部队 遭到俄军炮火袭击,损失惨重 不过,有评论称,乌克兰人确实取得成功 但代价也很高 人们争论的焦点是,究竟是俄罗斯人 在这条斯鲁维金线上振作起来的 还是乌克兰人真的把一切都搞砸了 47旅有部队中了俄罗斯人的拖刀剂 损失惨重 乌克兰人虽然最后赢了 但是又被网络骂惨了 乌克兰部队试图切断罗伯地内以南的 T-0408公路的战斗非常激烈 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赶赴通往托克马克的 第二道和第三道战壕之间 并在斯鲁维金线以东和以南线取得进展 值得注意的是 俄罗斯人在这个地段拥有大量的炮兵 用于封闭阵地以及通往托克马克的直接路径 并可对侧翼进行火力输出 乌克兰人继续接近新普罗克洛夫卡向南部发起攻击 试图包围该地区 新顿捷茨克 乌克兰部队正从西北方向朝着新顿捷茨克施压 以确保其左右安全 一旦攻占 他们将继续南下 以确保克尔缅齐克的安全 该地区的俄军已经把前线的一切都撤走了 没有真正的纵身防御 只有炮火下的逆行 当直线防御开始被打破时 他就处于一个受伤的世界 最终突破口上方的俄罗斯部队将被包围并被炮火消灭 直到他们逃跑或投降 没有任何俄罗斯部队下线冲上去堵住缺口 巴赫木特方面 俄罗斯人最终还是从东部的库布扬斯克调兵增援巴赫木特 但是难以的战斗是在陆地 如果陆地失守 后面是一片开阔地 最终会导致难以崩溃 因此俄罗斯人不断的反扑 但是每天的结果都差不多被打回原形 东部战线库布扬斯克 莱曼简而言之 再不整点动静出来 就又烂尾了 斯瓦托夫的基础战斗仍在辛科夫卡附近继续进行 敌人没有成功 诺沃西利夫卡附近局势稳定 敌人已经消失 仍在等待预备队 地内波和这个战区依然笼罩在迷雾中 但是俄罗斯人回兵增援了 只是回去的那个部队名字还是那个名字 兵力和装备都损失很多 乌克兰部队在科扎奇拉赫里 依旧维持康卡河以北的据点 今天还有空对辛卡呼夫卡以西的俄罗斯指挥部 进行了无人机袭击 第126旅的补给中队还放出了他们在地涅波罗岛上消灭俄罗斯突击队的视频 夏天即将结束 我们正在看到两场进攻战役的结果 俄罗斯人在马斯尤蒂夫卡以南 谢尔吉耶夫卡村的战役取得成功 并在谢列布良斯克林叶登陆 另一方面 乌克兰在罗布蒂涅中有一个蝎子 切断了大诺沃西尔卡附近的地价 俄罗斯人在斯瓦托夫吸引的兵力并不比我们在南方的少 与此同时 尽管这些成功似乎并不是全局性的 但他们的成功却各不相同 然而夏季战役表明 只有在我们的战术和战略严重误判的情况下 敌人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目前 俄罗斯人改变现状的最后希望就是动员 而他们目前正在以更隐蔽的形式进行动员征兵 当俄罗斯士兵如同没有意识的僵尸 跑向机枪时 我们的士兵在辛科夫卡附近看到的情况 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 这是可怕的 对一般人都极具挑战性 前线敌人在用鲜血和生命 延续着克里姆林宫的政权 他们的勇气来自于都战队的鞭策 因为他们知道死在乌克兰人的枪口下会追加为烈士 并为其家属带来一笔抚恤金 如果死在都战队的枪口下 那就是人才两空且名誉扫地 相比俄罗斯的家属死后才能拿到抚恤金 乌克兰人家属更多的活着就可以有看得到的福利 乌克兰第95旅士兵的孩子们被邀请前往立陶宛度假 最近一群第95独立空降突击旅军人的孩子 从立陶宛金塔罗儿童营的提他地方返回 立陶宛共和国名誉领事 罗伯塔斯加布拉斯帮助组织了乌克兰年轻人的假期 这五天的节目很丰富 我们的孩子们去了水上公园 绳索公园乘船郊游 当然还有咖啡馆和披萨饼店 最后一天在大自然中烧烤 孩子们在河里游泳 在火边听音乐陪伴孩子们前往立陶宛的伊琳娜说道 还与立陶宛第一夫人戴安娜 马西德内进行了非正式会面 这次假期非常成功 最重要的是孩子们得到了很多积极的印象 这次旅行对军人子女的家庭来说是免费的 所有的财务经费均由立陶宛方面提供 丹尼洛夫称普京正在试图动用全部资源人力 物力一劳永逸的解决乌克兰问题 尽管这种听上去委婉的说辞 与希特勒的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极为的相似 实际上是在自欺欺人 俄罗斯将在三到七年内解体 一周前克里米亚桥梁爆炸事件的更多细节浮出水面 乌克兰SBU负责人瓦西里·马柳克将军发布了这些照片 他显示旋风炸药用塑料包裹并装载在卡车托盘上 以免在桥入口处接受X光检查时引起怀疑 通过这种伪装卡车能够溜过检查站 据称21吨的炸药被用来破坏克制大桥 这完全颠覆人们之前的认知 并非无人机或者导弹袭击了克里米亚大桥 而是车载炸药 车载炸药引爆了周边的油罐车辆 引发连环暴障